全朝天万里 一阵一天中 世宅龙中帝 承恩宴一宫 环堂威乐秀 戴笠大江雄 轮换云霄望 金华日月通 一千三百多年前 陈元光将军继席副局 率众平息 满辽硝乱 建制漳州 陈元光威慧殡计 使昔日满荒之地 渐渐融入大唐王朝教化 有序的政治版 唐中宗李贤 以陈元光巩固大唐边锤友宫 赤剑燕义宫 燕义宫建成于锤汞二年 宫元六八六年 那时正义大夫 岭南行军总管陈元光 敬义张州刺史 朝散大夫时 所以事称大夫帝 立北宋承修 以开张祖庙奉为宫庙 行春秋二级 南宋绍兴十三年 嘉峰开张州主圣王 清乾隆四年 律书唐高峰四点开张圣王 自此陈元光登上神坛 受万众相护 2013年 燕义宫被福建省人民政府 公布为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加点陈元光故居 如今 燕义宫已经成为海内外开张将士后裔和海峡两岸同胞 及东南亚开张圣王信众的共同历史文化遗产 也是张州市珍贵的名人故居与涉台文物建筑之一 燕义宫 原为三景悬山顶 燕尾式单元建筑 面困五间 主堂近身三间 建筑物以主堂 厚屋 前厅大城 及罩地组成 前面有古井一口 现存建筑 具为清代及明初一物 其台梁穿斗 混合式名价 配以石柱 砖墙 布网 整体风格较为普速简列 2010年 云霄县 按照福建博物院文物保护中心专家设计方案 对燕乙宫进行徒修 经过三年浮现努力 在修旧如旧原则上 较好的保留原来的历史风貌 作为陈免光 在张州现存的唯一谷底建筑 燕乙宫不仅具有很高的人文纪念价值 而且在海内外开张圣王信仰中 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已经构建成开张圣王信众 尽足尊宗 爱国爱乡的历史文化遗产 另外 燕乙宫作为重要的涉台文物 早已成为维系两岸同胞民族情感 亲情相义的精神纽带 和扩大张海两地文化交流的 一个新平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